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条从这个部位一直延伸下去几乎到了顶部 除了建筑外观的裂缝 墙粉脱落等问题 更严重的是结构安全隐患 门楼在抗震方面不符合要求 并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 特别是一道雨季 还有很多地方出现渗漏 因此门楼必须接受一次大手术 目前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拟制的修缮方案 已经通过专家组评审 这次修缮首先要解决屋顶和盐口的排水问题 它那个排水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特意考虑 应该说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它是贴着外侧来做的 而且排水沟尺度很小 所以一下大雨的话 从那个地方灌下来 就是水来不及排 所以这次我们做的时候 就打算对它进行优化 就是把排水沟 一个是尺寸加大 同时移到建筑的内存性 其次要加固门楼两边的基础 在隐蔽部位用钢磁网水泥沙江层粉刷 同时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补外观 其中最难的就是 如何找到和原材料颜色 纹理相类似的替换材料 另外还准备对门楼顶部的污面 进行加固 恢复为上人污面 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时候 在上面呼吁旗帜 这是非常呼怒人心的这种场面 以后应该有机会 大家老百姓在这个适当的管理的条件下 是有可能上去一览这种感觉的 目前修缮方案已经提销到江苏省文物局 最终将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预计两个月之后 南京总统府门楼将迎来首次大手术 记者还了解到 和总统府门楼同时期修建 有着79岁高龄的南京中山林音乐台 也将进行首次大修 修缮方案也已经通过评审即将施工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要有很多东西 这样是最后的那个 队号 要有很多东西